中東局勢 那麼除了台海習是很緊張之外 我們要帶您看到的是中東局勢的部分 我們先帶您來看到的是 以色列現在更進一步打擊真主黨了 大肆空襲真主黨的金融部門 拆除維核部隊邊境觀察塔河圍欄 那麼他們說將對真主黨的金融部門展開攻擊 目的當然就是因為這個真主黨在戰爭期間 以及之後重建跟重新武裝經濟運作的能力 但是在聯合國的維核部隊說 以色列的公兵當天就拆除了黎巴嫩 南部一座維核部隊的觀察塔跟圍欄 那麼現在最新的畫面又在曝光 我們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以色列的行動畫面再度的來公開 那麼當然除了在金融的部分 他們已經有攻打之外 包括了以軍炮火直擊黎巴嫩真主黨的情報總部 現在畫面也曝光了 以色列對真主黨位於貝魯特的地下武器工廠進行了打擊 而且對黎南部貝卡地區多處的平民 下打了撤離命令 那麼預告大規模會摧毀防射 現在以軍的官員也鬆口了幾天到幾周之內 就會很快的來結束這黎巴嫩的行動 這資深的軍官就透露講到了很積極的迅速的在執行這黎南的行動 希望可以趕快的來控制據點 只不過以色列再度空襲黎巴嫩聲稱擊斃三名真主黨指揮官 現在說真主黨的二號人物也已經跑到伊朗趕快去躲起來了 就怕被以軍給擊殺 黎巴嫩真主黨二號人物卡西姆現在已經在伊朗的指示下逃到伊朗 就怕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那麼以色列現在要開戰伊朗了 以國總理召開安全內閣會議討論是不是要攻擊伊朗 因為在納坦雅胡的住所被襲擊之後 周日召開了安全內閣會議討論向伊朗發動攻擊的事宜 那麼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甚至還打電話給川普 說考慮軍事回應伊朗 川普怎麼說 他是打給他說美國政府所提的內容還會進行考慮 但是最終會以國家利益決定 然後川普就透露還有問我怎麼看 我只是說為當所為 那麼遇襲之後致電川普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說 多虧我無視拜登以色列才可以佔上風 這個話顯然是酸溜溜 他說如果要是我聽了拜登的話 我現在就不會有這麼好有力的位子 那麼現在準備襲擊伊朗的秘密情報外線 美國已經展開了調查 我們等於看到的是美國給以色列派先前隊 援助的薩德似乎也已經要啟用了 因為我們看到了以色列媒體P-P-Low這樣照片 稱美國薩德反導系統在以色列已經出現了 而現在很奇怪的是 土耳其突然變成中東的和平要角 土耳其跟德國討論中東局勢緊張 那麼雙邊的國防關係 他的總統艾爾段就說了 立即停火始於加薩的暴力活動 現已蔓延到黎巴嫩 國際社會應該向以色列施壓要求 停止屠殺的軍事行動 希望加強跟德國的國防合作 就連意大利的國防部長也要訪問土耳其 進行中東會談就在下個星期 要討論土耳其成為這個地區的重要角色 甚至北約國家賣戰機給土耳其 是不是有一國搶的先機呢 英國說有跟土耳其協商戰機颱風的出口 這與德國西班牙義大利合作 還有跟土耳其協商 該國的主力戰機颱風的出口 土耳其是北約國家 因此希望北約國家能夠協助 土耳其有更完善的武裝 我們先來問一下這個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目前以色列是進一步打擊真主黨 這樣都有做 以色列打黎巴嫩 它的爭議性是遠遠超過打哈馬斯 因為哈馬斯畢竟 10月7號先發動攻擊 然後造成以色列的死亡 黎巴嫩從2006年到現在 雙方互轟9500次 所以那個地方就是零星戰火不斷的地方 那大家也就這樣了 那以色列有什麼正當性 說我這次要一舉消滅黎巴嫩真主黨 那2006年以來18年 所以我講白了只有一個邏輯 就是以色列把這個選前 認為就是以色列擴張領土的一個大好機會 那決定要把離南弄出一個緩衝區 那最好能夠直接打到利塔尼河 那還可以拿到水源 因為中東有水資源爭奪戰 對 那利塔尼河佔有了黎巴嫩30%的水源 所以我看這個才是真正的洋魔吧 那另外還有 當然還有一個陰謀 就是 那坦雅胡不想下台 就這樣了 因為照理講 你加沙戰爭已經打完了吧 鴿派的領導人哈尼亞也被你殺了 辛華也沒了 對啊 辛華的鷹派的也被你殺了 那兩個領導人都被你殺了 你到底還要打什麼 那難道要把哈馬斯每一個人都消滅嗎 這個完全沒有正當性了 所以美國也跟以色列講 說既然這個哈馬斯的兩個主要領導人都死了 那我們就趁勢趕快就來彈河吧 因為哈馬斯有公開講過 只要能夠真的停止戰爭 那剩下的101個人子他全部都放 所以這個不就是現成的一個交易嗎 他偏偏就不要停 所以我講白了 他一定又有一個另外一個洋魔 他根本就是要佔領北加沙 然後要讓以色列的屯垢者再搬進來 所以我跟你講他這一次 我覺得他的真正的動機野心 已經被人家看穿了 根本不是什麼消滅哈馬斯 消滅黎巴嫩真主黨 而是第二次建國運動 就是領土擴張運動 他要佔領北加沙 佔領離南 然後要擴張他的屯垢的範圍 這個還是真正的目的 那這個叫什麼 這個就叫做侵略戰爭 根本在國際法完全沒有正當性 你美國針對俄羅斯去打烏克蘭 就說這個是完全違反國際法 不正義的戰爭 那以色列現在打烏克蘭的南部 不是一樣嗎 那你美國為什麼不 最近看到了包括了行政院長 跟總統的態度都相當的強硬 進而也推升了這兩岸的局勢升溫 他在局勢升溫之後 會不會把台灣變成烏克蘭化呢 那麼現在呢 尤其是你看這個駐美代表余大雷 接受美國福斯新聞專訪的時候說 台灣Ready to fight 那麼現在林佳龍跳出來說 他們講的是前提是中國侵略 但是呢他是說當然啦 如果中國侵略台灣 台灣人一定會站出來抵抗 還說民主國家也一定會 跟我們站在統一陣線 但奇怪的是總統府 國防部外交部 通通沒有否認這樣的說法 難道這駐美代表背後 是有總統受益的嗎 那麼有人就是想到了 這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當初 也是烏克蘭要加入北約 澤恩斯基說烏克蘭已經準備好了 要幫北約擋住俄羅斯 結果就開啟了烏俄戰爭 有人就擔心了 這網友就討論說 總統現在是不是也在傳遞 類似訊息給美國呢 尤其是現在 美國要進入到了總統大選 這個局勢也會牽動台海 到底是賀錦麗還是川普 大家都很關心 但是川普也講到了 如果大陸有所行動犯台的話 他喊話習近平會加重 加征最重200%的稅 而現在每選倒數不到三個星期了 知名的預測鬼才說 其實這個勝選機率 真的很難講 因為根據習佛報告欄的模型 川普贏得了這選舉人團的機率 是50.2% 相較之下賀錦麗只有49.5% 換句話說川普在搖擺州 其實支持度有上升的 而且勝選機率可能不低 甚至是高於他的對手賀錦麗的 只不過現在他們兩個當然都在搖擺州 也想要搶中間選民 都各出其招 像是川普他怎麼做 他跑去麥當勞炸薯條 我們帶你來看看這個畫面 這部分部分部分都在看 是一個不容易的 小當然 她特地在做麥當勞炸薯條 她特地在做麥當勞炸薯條 她和火炸的燒熱 她說到麥當勞炸薯條 她從未能在麥當勞 麥當勞炸薯條 她從未能在麥當勞 從未能在麥當勞 從未能在麥當勞 她從未能在麥當勞 她是負責金 Kamala Never even touch it Wow that's pretty good We will give them salt packets What's this sucker They look like they're what How are you nice to see you Thank you man Thank you very much 好为什么会说贺锦丽 是说谎历呢 因为他说贺锦丽的团队 说贺锦丽在1983年 在加州的麦登老兼职过 那时他还是华盛顿霍华德大学的学生 但是现在就被踢爆 这炸薯条的资历根本是假的 所以川普就跑到麦当劳去炸薯条 顺便酸一下这个贺锦丽 而且呢 大家就觉得这个里面更有趣的是 川普到现在才知道 原来这个炸薯条 要把薯条缠起来是不用用手的 也让很多人觉得很好玩 但是现在美国是不是把台湾当傻子呢 因为美国担心误杀台湾潜舰 声闻机密不能分享 台美密商要划分一个猎杀区 他们说潜舰是世界各国军方最高级米 水下作战靠的就是声闻辨识 如同这个潜舰的命脉 熟悉这个美军的人士就透露 当初美国不希望台湾造潜舰 是因为没有声闻资料 担心呢台湾的潜舰误判中共的潜舰 很能有误极的状况 台美是有协议这个海域的猎杀区 只要进入就会被视为敌人 用此避免确认有误认的情况 但是台湾在军购上一直在吃大亏 像是雷神就坦诚收两次钱 但是国防部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应 美国司法部透露雷神向国防部 重复收取两次武器的费用 那么军方都照付也间接证实 我国长城预警雷达战是由雷神人员 派主的人员来注点操作 但是美国都还没有批准 要给我们这个增购的次真飞弹 国防部倒是行动是相当的激烈 先编预算给他 明年度的国防预算呢 打算采购次真飞弹的数量增到2530枚 金额来到了690.16亿元 但是编列的方式是不上以往军购 先编机密预算 等到案件确定之后再转为公开 这一次急着先编 很多人都说 难道你还要再当一次冤大头吗 那么现在美国是不是也是虚张声势 大陆要反击了呢 在联合立舰逼演习之后 美加军舰现在通过了台海 中共称他们全程包夹监控 美加两军舰穿行台海 解放军东部战局就说了 他说滋扰战局 他认为这是公开炒作 破坏台海和平的稳定 只是联合报的观察站 就讲到了美国策划现代版的 假道入唐 他说你知道吗 十六世纪末 封城秀吉统一日本之后 其实原本想要先吞朝鲜 再侵入明朝夺取天下 他当时呢 是朝鲜王宣祖发出的 假道入唐请求 表面上是路过朝鲜 去攻打明朝 其实他就是要入侵朝鲜 有人就拿这个故事来说 美国对北韩一贯不怀好意 在一架无人机飞进平壤丢船单之后 引爆北韩炸毁所有 这个朝韩的连载的通铁路啊 公路的结局 这一切就是出自于美猴幕后 主导的假道入唐 他不是真的要进军中国 而是狭半岛以恶中国 所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代理人战争 它不只发生在朝鲜半岛 也有可能会在台海 甚至在南海来上演 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 这就没代表余大雷讲的这件话 余大雷他如果是 因为福斯新闻访问嘛 那福斯新闻当然是川普看的新闻啊 那你如果台湾都没有任何承诺 那美军也会觉得 那我干嘛帮你 所以他如果是在说被攻击了 那你没有犯错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是要捍卫自己的国家 这有什么奇怪 我觉得他比较大的问题是 后面他就立刻类比到乌克兰去了 然后还去讲说乌克兰在跟俄罗斯打仗 美国也没有帮忙啊 所以我们就要学会自己打 我觉得他讲后面那一段真的是 一大败笔啦你知道吧 莫名其妙 怎么会去类比乌克兰呢 而且还去类比乌克兰跟俄罗斯打的时候 美国都没有介入 对 不知道干嘛啦 这个坦白讲这个叫做逻辑上的混乱 其实他如果前面讲这一段 然后之后后面讲说 我们当然是尽力希望争取和平啊 所以我们也做了什么什么 对 那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回答 比较平衡 是啊 那结果他不是啊 他是更进一步类比到乌克兰去了 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那个担心年底人事改组 他会被换掉啦 因为他并不是赖金德的人 这大家都知道 于道雷那个时候是小美琴 因为临时要当副手的候选人 所以就临时换上他 所以赖金德我认为应该不认识 应该就是小美琴指定的啦 那因为事实上赖金德类似的问题 不只是余大蕾啦 因为当初他520交接的时候 因为他对国安本来就比较不熟嘛 所以我讲白了啦 国安会秘书长 吴钊燮也不是赖金德的人啊 国防部长顾立雄也不是赖金德的人啊 那林佳龙当然也不是 可是林佳龙有政治势力平衡的问题 所以我讲讲大白话啦 我认为到年底 如果赖金德要换上自己的国安人马 那驻美代表 国安卫秘书长跟国防部长 是不是还是原来这三个人我都打问号啦 我都打问号啦 所以我我觉得 他大概是嗅到了什么味道啦 就觉得他一定要今天表现 有所表现 让总统看到我这样啊 可是可能会适得其反啊 因为你这个表现并不是很好啦 我说实在 这个 我觉得这个国防如果这个 我们可能叫雷神说他对国防部有服务费了两次钱 那顾立雄就要做个回答了吧 因为顾立雄一开始就是说我们这边的承办单位不知情 那就是美国司法部被检举 然后就调查出来的 那收两次钱 国防部都不知道 国防部就这样傻傻的照顾 那我们这个国防部未免也傻到太惊人了吧 就是你武器卖贵啊 没有去对国际的行情啊 这已经有点不可思议了嘛 因为雷神不是只卖台湾耶 你国防部不要这样来呼咙别人啊 比如说我举例啊 我当立委的时候 国防部那时候要推那个F16V嘛 那他每一个立委办公室都去走一趟 那他就立刻列出其他三个国家的报价 跟台湾来比较 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我们那时候的空军的单位 他是准备 数据他是准备的非常完整 就来跟我们讲说 F16V我们没有买贵哦 我就不相信雷神这个 我们的国防部不能够做出一个国际的比较表 所以我坦白说 这讲白了啦 就是顾立雄去接国防部之后 不过这个案子也不是在顾立雄上任之后发生的啦 就在蔡英文最后那一年喔 我坦白讲所有的螺丝都松了啦 讲白了就这样啦 所以国防部到底是怎么弄的喔 而且还不止这一件 还有去年11月到今年2月 美国那个军品不是潮湿发霉 对 对不对 然后运到我们这边 然后我们还是照收啊 那收完之后 如果不是美国国防部的那个监察长办公室去做调查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知道耶 而且我们拿了1983年的子弹耶 美国给我们的子弹是1983年制造的 台湾又不是不能做子弹 我们跟美国买 要给你1983年制造的子弹 你还照收咧 所以我说 坦白说这个是从蔡英文的最后一年 到顾力雄上任这五个月 是连续的状况啦 我认为国防部就根本就是完全松了 在以色列这个地方 在加萨的地方是狂轰 那么加萨女孩步行 撤离痛哭 说她满腿都是血 这个加萨小女孩被迫撤离数英里 而且只能用走的无助的痛哭 说她真的走不动了 而且整个脚都是血 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那么一次攻击 炸死了加萨的一个家庭 所有小孩 这就是战争太残酷了 很多加萨的孩子 说不是被炸死 就是被饿死 她说他们到底应该要怎么活 这样子的照片是不断的流出 而且现在以色列 也被指控在加萨的北部进行屠杀 甚至还袭击了贝鲁特这个地方 那么呢 加萨的民防机构说 以色列袭击了中部避难所 至少造成了17个人死亡 那么他们的民防机构表示呢 以色列攻击加萨中部纽瑟拉特地区 一间学校改建的避难所 造成了17个人 因此命丧在这个地方 巴勒斯坦的主席 在金专峰会直接讲 以色列想清空加萨走廊 那么这主席阿巴斯说 他目地呢 就是清空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 尤其是以军本月发动的全面攻势 都是在加萨北部 那么以色列的前安全顾问呢 甚至也讲到了 以色列的国防军士兵 应该要拒绝 可能构成战争罪的命令 可是他们真的有拒绝吗 而且能拒绝吗 这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我们带你看到是 有没有可能黎巴嫩变成下一个加萨杯格 因为黎巴嫩的提尔士 遭到空袭当地居民说 这里有武器吗 这里只有孩子跟小床 因为10月23号 以军对黎巴嫩南部提尔 进行了多次空袭 以军说是为了打击黎巴嫩 真主党的目标 但是不晓得居民住宅 都遭到了攻击毁损严重 居民直接说 我们的房子被毁了 回来一看 房子都塌了 就像你看的 我们有武器吗 我们只有儿子的一张小床 我这里还有什么 值得以色列打的呢 那么现在黎巴嫩的问题 国际会议在巴黎周开 黎巴嫩的总理呼吁赶快来停火吧 那么黎巴嫩的看守政府总理就说了 国际社会应该采取一个共同的行动 结束以色列对黎巴嫩的侵略 尽快实现停火 重启外交进程解决争端 实现黎巴嫩南部的长期稳定 而现在以色列国防军在24号发表声明 指出黎巴嫩真主党作战 可能即将彻底结束 他们说呢军方已经完全摧毁了真主党的高层指挥系统 并且在北部的作战行动 可能会将全面结束 那么有人就说了 你是不是把真主党打残了就不用打 那么现在是不是把目标换成了胡塞组织呢 胡塞组织他们说现在非常的惊人 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一群像是脱协军的 对抗以色列的国防军 萨德导弹也拦不住 胡塞成高音速导弹又重创 以军的军事基地 夜门的胡塞组织发射了一枚 巴勒斯坦2型的高超音速导弹 胡塞的武装发言人就讲到了 这枚导弹成功的躲开了 这所谓的萨德系统的拦截 顺利击毁目标 曾经的拖协军 现在拥有飞弹跟无人机 那么胡塞组装 武装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个游击队 网友都戏称它是一个拖协军 但是人家现在已经拥有了无人机 甚至是弹道导弹 具备一定的空中跟海上的作战能力 那么这样的组织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也有人说 他们现在已经是越打越强 跟正规军差不多了 拥有许多先进装备 用无人机跟导弹袭击过沙国 跟夜门当局的阅兵式 可以说是相当的嚣张 所以现在中东局势 是不是仰赖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手了呢 二媒说普京生 中东地区的冲突升级 使该区处处于全面爆发战争的边缘 普京就讲到了 一年前在加萨开始的战斗行动 如今已经蔓延到黎巴嫩了 地区一些国家也遭到波及 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对峙也升级 这一切就像连锁反应 让中东地区爆发了一个 很像全面战争的边缘 大陆就直接公开谴责以色列了 希望不要让冲突蔓延 那么耿爽直接讲到了 强烈谴责以色列 要求避免冲突蔓延到叙利亚 防止恐怖势力趁机作乱 甚至强调政治解决是叙利亚的唯一出路 那么习近平最近也会伊朗埃及总统 希望加萨能够指战 习近平直接讲了 中方对于当前中东地区的局势 深感担忧 尽早实现加萨停火指战 是缓和区域紧张局势的关键 敦促相关的各方 赶快履行承诺 把联合国的安理会会议 避免局势呈现一个进一步的动荡 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以色列现在好像已经是 打到停不下来的感觉 对 我觉得美国对以色列 处理黎巴勒南部 应该是开了绿灯 北加沙 我认为美国的意见大概是 选前你不要搞 反正选举也快结束 选后再说 那以色列目的都很清楚 就是他要占领北加沙 所以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要离开 那他的屯肯居民到时候就会搬进来 所以讲白了就是他是在扩张领土 因为哈马斯 鸽派鹰派的领导人都被打死了 你战争到底在干嘛 你根本没有再继续进行作战的意义了 所以为什么还在做 难道哈马斯你要杀到最后一个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他跟巴勒斯坦居民是混居在一起的 你怎么识别 所以真正的目的给人家的感觉就是 他要扩张领土 所以他要把他们清光 那黎南 我认为他目前讲说 这个北部 珍珠党大概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这个叫障眼法 百分之一千去打 我跟你讲 我认为目前美国给他下的使命令就是 你不可以打伊朗 那其他地方 我就装作没看到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 因为你可以看到美国 完全没有使用他的军事筹码 比如说 我就不再提供武器 或者把你的航母开走 没有 他都没有做这些动作 所以实质上就是支持 那因为这个地方 你没有军事力量 理据谴责也没什么用 那个就是一个外交动作而已 事实上谴责 离南战争已经不是只有中国大陆了 连法国西班牙意大利都加入了 而且他们甚至说什么 要去欧盟开会 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谴责 到现在都还没提案 所以你认为欧洲国家有很急吗 所以都是玩假的 我跟你讲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强权在这里不受到任何拘束 那你就看到联合国 根本就是个笑话 因为只要有武藏支持的国家 随便他乱搞 你都没有办法制裁 那其他国家 如果没有派遣军事力量的能力 你也难以介入 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 讨论金砖国家 现在是不是要甩了美国霸权呢 我们待会看到的是 金砖定下了新的金融秩序 金山峰会通过了这个客山宣言 鼓励要促进本币结算 而且继续研究支付平台 金山国家他们提到了 要鼓励金砖国家 促进本币结算 责成金砖国家的财长跟央行行长 继续研究本币合作支付的工具跟平台 那么极具象征的意义 这个普钦竟然拿出了什么 金砖国家钞票的票样 面值一亿 印有金砖国家的国旗 俄罗斯总统普钦呢 是拿到了这一张 金砖国家的钞票 他向俄罗斯的部长们展示 而且呢 还要转交给俄罗斯央行的行长 纳比乌林娜 那么现在呢 金砖国家已经致力于 加成金融区域的伙伴关系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巴西总统鲁拉呢 他甚至讲到要力推多级世界 打造金砖的支付新体系 那么中国新闻网也报导了 外媒在关注的是 金砖合作机制 为建立公正的全球窒息 秩序来注入一个新的希望 IMF也讲到了 未来的五年 全球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了金砖国家 根据报告讲到了 这六个月前相比 那么未来的五年 全球经济的增长将有很大程度来自 中国大陆 印度 俄罗斯跟巴西金砖的经济体 相比之下 七国集团就是G7的成员国 像是美国 德国 日本 他们的预期贡献率则是往下调 那么现在当然很多国家想要加入金砖 打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讲到了 重担发展 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加入金砖 他说无论国际形势怎么变化 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 扎根全球南方 支持更多全球南方的国家 以正式成员国 伙伴国金砖PLUS的方式加入金砖事业 汇聚着全球南方磅礴的力量 共同推动建构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就连白俄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也讲话了 他讲什么 一起来听听 可以看到卢卡申科不断的赞扬中国 甚至讲到中国是金砖国家 重要的支柱很难想象没有中国的金砖国家 现在就连马来西亚也申请加入金砖 拓展全球市场 学者就说了 那你必须要谨慎处理美中的关系 因为马来西亚也正式申请加入金砖 期望成为当地企业 是可以制造更多的商机 但是有学者就认为 作为金砖PLUS的一部分 马来西亚将有更多的选择 来扩大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 这样就不用完全依赖西方了 那么新砖国家的高峰会也凸显了 这个地缘政治的野心 还有跟西方对抗的意愿 那么分析员是表示 金砖组织的成员国正在研修一些 可能导致进一步跟西方 来影响脱钩的问题 而现在呢不止马来西亚 就连越南也迫切的跟中国来开发铁路 那么越南总理会晤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需呼吁呢 赶快加速三个条件的 越中相连铁路 那么这个总理范明正在出席金砖峰会的期间呢 跟习近平见面就提到了 加速展开三条连接 越南跟中国标准诡据的铁路 而且重申呢 对中国的关系是越南外交政策的第一优先 他提议双方要继续推动交通基础建设 还要做一些务实的合作 建议加速的三条这个铁路 包括哪里 老街到河内到海防 还有亮山到河内 甚至是蒙街下龙到海防这三条的路线 那么预估次之72亿的美元 越南跟中国核建铁路 要升级两国的陆地通道 那么可以看到越南跟中国最近互访的需要 都对加强铁路系统感到非常大的兴趣 河内当局也预估将耗资179兆的越南盾 换算下来是72亿的美元 修建一条连接越南跟中国云南省的新铁路 到了2050年这个铁路沿线的需求 将达到每年830万元次 跟1750万的运货量 那么越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的项目 就是彭博又讲到了 中国用铁路来打通东南亚 但是美国似乎却远远的落后 一条条的铁路将从东南亚各国逐渐连接起来 也为中国东协的经济 人文合作注入了新活力 彭博社就感叹了 这个由新建米建的铁路组成 贯穿东南亚铁路的网路 也凸显了中国正在以最新的方式 巩固在这个地方的地位 而美国似乎还是远远的被抛在后面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 这个金砖这个会议 是不是已经为这个新秩序来做一个底定了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本币结算嘛 那因为有一些国家的货币 人家未必愿意采用 所以事实上主要还是会变成人民币 这是必然的啦 那不过中国大陆我认为也不强求了 就是就是步步为营 慢慢来 那今年国际支付占比已经有4.7% 对 所以反正就是慢慢走啦 那扩大境外人民币的发行 我认为再给他两年 他已经超过英镑了 那接下来就是欧元跟美元嘛 对 不过这个就要比较长的时间啦 一般估计是2035年有机会追过欧元啦 大概是这样 不过距离现在就是10年的时间 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觉得大概确定了金砖国家 就是全球南方最有代表性的组织啦 因为G20啊 G20坦白讲就是先进国家跟 这个开发中国家组合在一起 那根本都讨论不出什么东西嘛 那G7他们有固定的聚会 所以我觉得金砖就会变成 G20里面那个非G7的国家的代表啦 那未来啊 金砖有可能就会先开会 然后形成他们的议程啊 对 然后再到G20来跟G7来做对话 沟通 那G20形成共识 再推到联合国 所以我觉得大概就形成了 这样一个新的决策的模式啦 所以当然就会有越来越多国家 想要加入金砖嘛 就是说全球南方 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 那你可以看到现在明显就是 亚洲的尤其是东南亚的国家 还没有进来 对 所以这次大家就注意到越南 越南派的代表团其实蛮大的 去金砖会议啊 显然就是越南也 顶住了美国的压力 因为这是普京耶 那美国不是大家都不要去 那我们看到后来确实有一些国家受到压力嘛 比如说沙特王储他就没去 他派了外长去 塞尔维亚后来也没有去 因为他毕竟是欧盟嘛 古巴也没有去 哈萨克本来就跟俄罗斯关系怪怪的啦 可是我觉得那个巴西的总统是真的叠伤了啦 他这个不是故意的啦 是真的受伤了啦 所以他立刻发表声明说 我支持多元化嘛 所以我觉得巴西没有问题 可是你看越南非常的积极 那另外在东南亚啊 其实印尼跟泰国也表达了兴趣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越来越壮大啦 那因为金砖都是用实质的GDP在算的 不是用美元计价的 实质的GDP就是购买力嘛 那金砖早就超过G7了 因为你如果算实质购买力 那中国跟印度加起来就吓死人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未来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 肯定会越来越大 好我们要继续再讲到就是这个是黎巴嫩 我们现在要 因为我们这是一连串的 就不进广告 那我们要讲到就是中东的战局 为什么要讲中东战局呢 因为现在黎巴嫩有很多人是很可怜的 所以我才说为什么不想要有战争 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来说自己到底能在那个时候做什么事情 那像我现在有小孩 所以就会觉得说啊这是更悲惨 好我们就来看到以色列 现在军方是杀红眼要把这个贝鲁特移为平地 他们是三个小时都在密集的炸泰尔港 而且在狙杀了三名真主党的指挥官 那这个狙杀三名真主党指挥官 可以看出来他们几乎是想要清党 那发动了十几次的空袭 移平了六座的建筑物 那以色列军方他也轰掉了离国大楼的Spice2000炸弹 他们说超准哦 这准到什么程度呢 他们说在这个圆周率的误差上面只有三公尺 所以哦这个威力跟精准程度都是相当的惊人 你可以看到这画面上这个马上就炸裂了 而且直接就命中了这个大楼直接倒塌哦 当然这最可怜的就是当地人了 当时我有看到一个画面哦 是一个妇女她非常难过说 我都不知道回到哪去了 确实哦他们流离失所 有130万人 黎巴嫩说他们每个月的安置费达到了80亿元 黎巴嫩每个月都需要这个大概新台币80亿元来协助130万名 因为已军攻击而流离失所的民众 但是以色列现在哦 不只是有这个真主党的这个目标 他还有另外一个目标就是伊朗 那这个伊朗我们看到这个国防部长以色列这边说 我们攻击伊朗之后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们的威力你们的训练 任何试图伤害以色列敌人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哦 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于伊朗的这个目标也是非常的积极哦 那现在是不是连美国这边的布林肯来劝都被拒绝呢 因为以色列的将军计划是要逼迫哈马斯完全投降 但是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说 我们现在不打算实施任何公开澄清将军计划的行动 他说对此事公开进行澄清会有损以色列的公众形象 好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才不是说了吗 他来劝斗拒绝吗 但是他有去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但是正好火箭弹来袭触发了空袭警报 所以代表说布林肯也是深入一个蛮险境的局面哦 但是真主党轰出了四枚火箭炮目标就是特拉维夫郊区的一个军工厂 这个是直接命中了目标 那以色列国防军说他们有击落了两个来自黎巴嫩的火箭弹 不过这四枚导弹击中了叙利亚也有 这以色列有击中叙利亚东部的一个美军基地 所以现在美军也被卷入了这场中东战争里头 那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他则是说 现在其实并没有调查任何的雇员来泄露以色列反击伊朗的机密 因为有传出这样子的消息哦 他说现在都没有指明任何一个国防部的官员 好但我们来看到美军的机密现在说外泄嘛 那当然以色列这边是不是也会使用这逆中无人机来回应回击伊朗呢 说是要报复先前德黑兰对以色列发动的一个飞弹空袭行动 好不管整个中东的战局怎么样 现在也看到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好像新冷战的局面 因为这个两方的战力跟对立的情势相当的明显 像是中国跟沙尔地阿博现在就是挺伊朗的 好伊朗总统出席的是什么呢 最近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峰会 那伊朗总统就说希望大家具有影响力的金砖成员 利用集体和个人的能力来结束加萨跟黎巴难的战争 那同时这一场金砖峰会习近平也去了 习近平他看见了伊朗总统说 我们是好朋友好伙伴 无论国际的地区形势怎么样子的变化 中方都会毫不动摇的发展跟伊朗友好的关系 所以现在看起来大家麻吉麻吉 那伊朗的海军司令则说 现在沙尔地阿博这边也提议 要跟伊朗在红海举行双边的联合军演 那为什么伊朗跟这个沙尔地阿博 现在关系又好了很多呢 因为之前这个中国斡旋之下 原本伊朗跟沙尔地阿博2016年就已经断交了 但是后来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 又恢复了这个外交关系 所以现在中国沙尔地阿博跟伊朗的关系 都变成很紧密了 但是布林肯也很奇怪 在这个时候 他说他要去沙尔地阿博 然后说要结束加萨战争 可是现在沙尔地阿博跟中国 他们的关系也比较好 所以这是不是会又是一团糟呢 亮哥 我觉得那个美军泄密 以色列要打伊朗的计划 美国应该是故意的 因为美国不希望他打 因为这种情报极机密 真的就只有美国跟以色列有 那既然会被公开 这想也知道应该就是美国 因为无论如何你11月5号之前 你不要给我搞这个事 那之后我就不管了 之后反正搞不好 川普已经当选了 刚刚我屁事 可是我觉得在11月5号投票前 以色列去打黎巴嫩 我觉得美国没有意见 甚至是开绿灯的 就是反正以色列你就尽量去打真主党吧 可是伊朗不行 因为伊朗不知道会引发什么变数 这没有人知道 因为你可以看到 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打来打去 实际上绝大部分是以色列打黎巴嫩真主党 真主党打以色列其实 见数非常少 这个也有人做过统计表 大部分都是以色列在打 这个相对上 我觉得黎巴嫩真主党 除非是打地面作战 不然他的优势显现不出来 如果是空战 完全不是以色列的对手 相差太远了 所以 现在就是 他就是 我而且黎巴嫩真主党是一个 到处都是破洞的政党 到处都泄密 不然人家怎么会知道 你的指挥官在哪里 我认为他这个组织是出了严重问题 所以你看那个 从那个鹰派的老大 一路继承下来 连续四个人都被杀 对不对 所以他的组织是出了严重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真的要跟以色列较量 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是 国际的整个舆论 对以色列打黎巴嫩是非常有意见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外交 外交因为这个完全都已经是军事主导了 你外交的声音出来也没有用 事实上真的该出兵的是法国 因为法国是黎巴嫩的殖民母国 你法国为什么不出兵 对不对 真的 这种局面只有出兵才有话语权 所以现在谁有资格讲话 就是美国跟以色列 其他人在这里都没有军队 对不对 你俄罗斯也不愿意进来 因为俄罗斯跟以色列关系也不错 所以我是觉得 我就在看法国 因为法国说 他已经结合了意大利西班牙 希望欧盟能够通过 不要再提供武器给以色列 可是通过这个决议也没用 因为欧盟又管不到美国 所以绕来绕去 我坦白说 就是以色列现在做了 那么多违反国际法的事情 武藏也无可奈何 因为以色列就是美国的小藏 美国是五藏大藏 以色列是小藏 我现在才发现 联合国安理会是五点五藏 不是五藏 所以以色列可以做任何事情 国际要惩罚他 都没有办法 目前就是这样 联合国都没有办法做决议 因为美国会负责 是吧 所以都只有那种口头谴责 不过这一局对美国真的很伤 就是美国会在穆斯林世界 失去站在公理正义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那世界上穆斯林国家有47个 所以我跟你讲 对他外交真的是很伤 下去来谈谈这个金砖四国 这个以前叫金砖四国 现在不止四国 金砖峰会呢 他们现在在俄罗斯举行 那当然习近平是大推大金砖的合作 他说有五个建议 那就和平金砖创新 绿色公正人文 这五点建议要开创一个新局面 那也说要在这个海外 就设一个十个海外的学习中心 然后要提供一些这个教育啊 师生学习的机会 而且有克里姆林根说 我们不设限哦 北约你想加入 欧盟你想加入 通通都欢迎哦 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么多 但书跟预设的条件 也不会要大家选边站 好但是哦 现在联合国好像也肯定了金砖峰会 因为联合国秘书长 副发言人哈克说 联合国秘书长出席了大型组织的峰会 是标准做法 强调古特雷斯参加金砖峰会的一个重要性 那也说他们是代表世界一半的人口 确实陆媒也说 金砖国家占全球45%的人口 占陆地面积30% 对全球经济增长 贡献率超过了50% 所以就说金砖峰会好棒棒的意思啦 好那大金砖也给大家破解 那个大金砖的这个集团 确实也浮现一个多极的世界 尤其是普清他强调说 现在是一个正在形成 比较变化剧烈的局势 格外需要一个像金砖集团 这样子的组织哦 包含像是骨类豆类 油脂生产大国 也提议开设是金砖股物交易所 我们可以挑战美国的 这个主导的全球秩序 我们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甚至他们也说要改用本币来结算 这是土耳其目标来揭露 这个与会的目标 好但是现在这个状况 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多 因为说有个小插曲 本来有讲说叫这些国家 拿什么欧元还有美元 但是普清是希望用本币来结算嘛 所以有一些小插曲 好但是以大金砖破解新铁木 这个是北京观察这边说的 这个金砖并非用来竹墙 这是用于全球铺垫更大的和平舞台 他说大金砖将是破解新铁木 塑造公平公正的一个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 反正新铁木就是西方国家嘛 大金砖就是他们现在这个集团 那当然现在中欧班列 也就是到武汉这边 有一个10月23号要来启程 他们是会有一个连接的道路 也就是说他们在交通上面 会注入一个新的活力 但是我们也看到 其实中国跟印度之间 好像已经有一些这个曙光了吗 中印的边界问题 其实还蛮频繁的 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金砖奉会上面 习默会两人见面还握手 这是五年来的首次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那两个人正式会面 被视为中印打破外交僵局的一个重要象征 那习近平当然说要沟通合作嘛 要有解除分歧 那这个莫迪说 印中关系稳定发展 事关28亿人民的福祉还有未来 那是不是中印的问题就搁置了呢 好双方同意说 要维护好边境的和平安宁 那两国外长各层级的官员也展开对话 推动两国关系要早日的重回稳定发展的轨道 好但是其实德国总理萧茲 他也要去印度期望能扩大印度市场来降低中国的风险 但我们刚才说中国现在跟印度关系好像有慢慢改善 所以呢这样子路透社就说了 肖子把堵住压在印度 希望透过扩大印度市场来降低德国依赖中国 那德契对印度成长的潜力 看法是乐观的 但是这个市场能不能如同外交这么顺利 就要来做一些疑惑了 好我们要首先来问的是亮哥 那个金砖事实上这次有发行一个支付 叫Brix Pay 那它上面容许交易的货币就全部都列上去了 它有美元 欧元 黄金 那也有中国的人民币 印度的卢比 埃及的什么都列上去了啦 你自己选 那它首先是做央行之间的这个负账 还有B2B 还有国际支付 就个人的 所以三个同时推出啦 所以它并没有强制你用什么货币 可是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就是不会用美元跟欧元啦 因为就是不要让美国知道嘛 所以到时候他们就会去选啦 那为什么不在现场规定第三方货币 就是要给印度面子啊 因为印度反对 印度反对人民币 那反正也没有人会用印度卢比啦 那就反正你自己去选吧 我了解的形式就是这样啦 而且它基本上是透过数据平台 它有好几种平台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交易 那这个恐怕要等一年之后 我们才会知道各种货币的使用状况啦 因为它那个时候才会有统计数据啦 那今年这个会我认为 就刚好考到俄乌战争还没结束啦 所以美国因为制裁俄罗斯嘛 所以有48个国家就不好做人啦 所以比如说巴西的总统就会突然跌倒啦 不能坐飞机啦 那沙特尔王厨就刚好肚子痛 不能来啦 派外长来啦 可是我认为这个是短期的现象啦 就是因为俄乌战争 并不是因为金专啦 我认为金专已经确立了它的特别的功能啦 就是它就是俄罗斯加全球南方 就是这样的一个定位 那至于它宣传上说 欢迎大家都来参加 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啦 那所有的全国都要参加 你怎么办 事实上不可能嘛 它一定要列出参加的门槛 不然它一定会造成极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它第一轮吸收了伊索皮亚跟阿根廷 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因为这两个国家经济都出了问题啊 所以就有很多国家说 孟加拉就说 他们可以参加我为什么不行 孟加拉经济也是一塌糊涂啊 就会有一大堆国家都用 要求比照办理嘛 所以事实上国际政治没有那么 那么浪漫啦 事实上连巴基斯坦 中国推荐他参加 俄罗斯也同意了哦 印度反对 所以过去的那种各种地缘政治的矛盾都浮现了啦 所以不要以为有那么容易啦 我觉得它第一个阶段就是做到非美元支付 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啦 那可是也不会迅速的 有非常大的非要啦 比如说中俄人民币现在在国际支付 大概是占4个percent嘛 那人家就估计到2030最多就是8个percent 最多啦 那到了2035最多就是12% 其实就是这样啦慢慢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自由化啊 所以人家拿到你的货币 只能够做贸易啊 不能做投资啊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只能一步一步走啦 不过中国大陆我觉得它会 因为它要开始成立金属期货 还有能源期货 那它的这个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交易 它一定要一步一步走向自由交易啦 不然事实上外资要进来也非常困难 要动态 大陆 没pine